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相关部门内部数据报道称 边境巡逻人员在9月前20天逮捕了约14万名非法移民 预计整个9月将逮捕总计超21万名非法移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官员的话报道称 过去24小时有超过8600人穿越美国南部边境 德克萨斯州马弗里克县警方表示 仅在19号与20号两天当中就有近6000人越过美墨边境 涌入该线的伊格尔帕斯市 为此伊格尔帕斯于2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已下令关闭了当地的一座桥梁 此外移民死亡事件也再度发生 德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 20号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戒合 里奥格兰德河发现一具三岁儿童尸体 21号在河中再次发现一具尸体 美媒指出 美国联邦政府为减缓移民入境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而近期非法入境人数的激增 无疑对其是一个重大挫折 去年以来 出于党派和地方利益等考虑 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等共和党人主政的地区 多次将大批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 转运至民主党人主政的城市 包括纽约 芝加哥和首都华盛顿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 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 大量非法移民持续涌入纽约 让纽约不堪重负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将会摧毁这座全美最大城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